印度总理新格星期二开始对曼格拉进行为期两日的访问 旨在提升两国双边关系 新格计划与曼格拉总理谢克·哈西拿 就一系列广泛问题举行会谈 印度官员说此行很可能达成有关协议 扩大印度在曼格拉两个主要港口的船运和出口业务 并完善交通联系和贸易 两国预期还会讨论交换印曼边境完善有争议的提案 但是双方可能不会商谈一个主要的水资源分享协议 因为这项协议遭到与曼格拉接让的印度西曼格拉帮首席部长 马马塔班纳吉的反对 这项协议涉及到分享经流两国的提斯塔河水资源